大家好,解放军最新消息是在西藏军区 央视报道西藏军区最近的士兵实战演练中 曝光了解放军的单兵信息装备 这个装备有一定特点是什么呢 是最新的合成旅 他单兵装置可以到每名士兵 指挥员可以看到每名士兵的实时的画面 根据每名士兵不同的点位可以指挥 这应该是首次曝光 单兵操作信息 他都有一个信息终端 演练是在海拔4500米高原 就是西藏军区海拔4500米的高原障碍 指挥所通过战士随身携带单兵信息装备 精准的掌握每名官兵的实时动态 他在显示屏上显示每名官兵的摄像 他这个头右侧还是左侧都有一个摄像头 可以显示实时的动态 实现对全局战场态势掌握 新系统对于新型的作战模式进行了赋能 该旅指挥员在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表示 我们通过掌握作战进程 随时更换我们人员消耗 进行换组编组 然后进行通联 实时通知每一名单兵进行作战任务 这个时候他的命令是可以指挥到 下到每一名单兵 他应该有一个系统是把每个单兵的位置 在这个地图上都能确定 所以他可以随时指挥周边环境整个态势掌握 报道还说配发的指挥部的画面也曝光了 全部都是换装最新装备 这套先进的单兵系统 不但可以是展示单兵的位置状态 这些信息 就是你的位置 还有什么 你的状态 什么意思 就是你现在所处的 你的心率也好 你的武器弹药的数量也好 他都能展示 还可以通过 位于个人终端上的摄像头 实时同步战时的画面 这个就是相当于美国当年海豹突击队 奇迹把拉登 他也是一样的 美国总统就是在实时 在美国白宫 光看实时现场画面 是一样 所以中国也做到了 对敌我信息是实时掌握 同时这套系统还可以将指挥部的作战指令下达到每一位战士终端上 最高指挥员是可以与最终端的每一位战士互相通话 你说这个 我说这个关键是数据链 关键是数据链 我一直强调是数据链 这个核心 这个数据链其实就寄托你强大的卫星系统 所以实现了对班一级作战 能控制 对班一级作战能控制 所以这个就完全超乎以前想象了 同时呢 其实 解放军的这个单兵控制系统 这个模块化 已经开始接收了 给一线官兵已经开始接收了 它是模块化系统 而且实时回传图像 还有敌我双方信息都可以实时回传 所以指挥部呢 及时了解 每一名士兵 他这个现场的情况 还有这个单兵 摄像头集成了战士头盔上 所以高度的这个信息化 现在这是最新的这个这套设备吧 所以西藏军区装备这套先进单兵系统 是解放军新型单兵兵系统的一个核心组成功 去年国庆的时候呢 七十周年阅兵仪式上已经亮相了 就是阅兵以后不久就是曝光了这个中国兵器工业 第208研究所为我们揭开这个单套作战系统的神秘面杀 他这个央视二套也报道过 那个节目就报道了什么呢 中国军人军工开始研制单兵作战系统 最早可追溯到上十亿 96年 208所呢开始牵头研制这个多代的这个单兵装备 边研制边研究 边试用 装备的技术水平就逐步的完善啊 然后呢最终看到这个单兵系统啊 装备部队 就是凝聚了208所几代人的心血 几代人啊 96年到现在可不是几代人吗 对吧 那这个单兵系统啊 我记得那个就是中国这个机械骨骼 对吧 这个这个骨骼就是单兵骨骼系统啊 也是一样的 外骨骼系统也是208所 所以他一直是对这个中国 单兵作战系统是有很大贡献的 那现代化 单兵作战要求这个战士携带模块化部件 多达十几种啊 几十种啊 而这个人体载荷能力是有限的 所以单兵啊 信息终端集成几十种功能的模块呢 要通过一套先进的信息管理系统 最终呢 分发到不同的兵种 不同士兵手里啊 又会在这个使用中变成独一又二的专属装备啊 就是它是一个组合 那么你这个每一个士兵 有可能都有一个特殊的啊 特殊的项啊 你这个配配相关的这个配装备 有的这个带这个视线捕捉设备啊 为这个UI设计啊 提供数据 还有是完善这个啊 单兵作战系统核心就是啊 讲的这个智能化终端啊 各个单元之间可以实现互联互动 而使那个每个战士都能够在作战中快速的收发情报 掌握敌我动态 就增长战场感知啊 同时协同作战 就时时你能知道你的你的队友的位置 还有这个上级能实际联系到你 你能够把你信息实时传给上级啊 所以这个就是啊 这套单兵系统最核心的啊 战场台式感知 除了设备上这个自带摄像头呢 这个智能平台还能够连接枪 步枪也能连 就物联网 所以多功能的锤霸 实现拍摄记录 这些拓展功能 就是它那个枪 它有一个握把 握把上面就带着拍摄和记录功能 所以能把这个实时的镜头传回去 用枪的镜头就可以传回去了 国庆阅兵时候也报道 中国的最新型突击步枪 它这个握把 有这个画面 握把上面拍摄的画面 所以可以清晰的看到 握把单兵系统接口 还有这个操作按钮 这套单兵系统 不仅仅是解放军现在只装备 那应该是现在装备的一个冰山一角 它不光是这一套系统 应该是208所装备的 研制是多套系统 根据不同的场合 现在是高原使用的是这套系统 不同的场合 它应该准备多套系统 所以这只是冰山一角 但是通过这冰山一角 也看出了解放军 现在像这个信息化 智能化在转变 一五式 还有这个猛式三代突击车 远程火箭炮 防空导弹 武装人机 侦察无人机 这些新装备都列装了 所以未来 未来可以说 解放军的这个智能化 信息化 这个水平应该是突飞猛进吧 你看我这个视频里边 有一些视频吧 有一些照片 你可以感觉到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 基本上是美军 美军现在也有的部队 是没有达到这个水准 是没有达到的 那么现在我们在高原已经达到了 克强尔知识 咱们这个对台湾作战 那个73极端军 应该是已经配备了 我随后还会跟踪这个73极端军的一些演训 曝光一些它这个新的装备 但目前来看西藏军区已经装备了 更先进的信息化 更不要提之前谈过的这个单人飞行器 还有这个新的相关这个机械外骨格 这些都是整套单名系统 今年9月 一场陆空联合立体把点作战演练 在海拔4700公里的演训程展开 各兵种收到开始可能以后 都是由它出来的 侦察分队利用无人机侦测目标情况 为火力打击提供信息保障 火炮集群首先对敌前沿指挥观察所 和步兵进行火力压制 装甲集群持续攻击敌前沿地宝群 无人机拖拽式爆破系统升空 向爆破地点迅速投掷 爆破分队开辟出四条坦克通路和一条步兵通路 主攻方向的某重型合成旅 在新式装备的支撑下快速向前推进 重型合成旅是以旅带为作战平台 是集装甲兵 炮兵 坦克兵 防空兵 以及其他兴致作战力量 具备信息力 防护力 火力和打击力的一个快速突击的作战能力 在各种炮火的掩护支援下 重型攻击群对敌重身目标发起攻击 特战队员激将破袭 清剿据点残余兵力 此次演练是继各类信息化装备列装以来 组织的一次大规模联合战斗演练 有效检验了部队联合作战水平 通过战术演习来看 基本上实现了人装的融合 但是在装备的效能的发挥上面还有待提高 此后的三个月 这个合成旅对演习暴露出的问题 展开有针对性的训练 这是日前进行的一场加强连进攻战斗演练 炮兵分队率先对敌前沿阵地进行火力打击 炮兵首轮火力打击过后 现在地面装甲部队正在对敌前沿目标展开突击 在我身后就是15式轻型坦克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突击能力强 即便是现在在海拔4700米的高原地区 也可以以20公里的行进速度对敌装甲目标展开精确打击 演练中被称为黑豹的15式轻型坦克 高原作战性能得到进一步检验 针对我通道地域狭窄地保众多 机动性的要求更高 所以说我立装的15式轻型坦克 它的智能化程度更高了 火力的总力更多了 在纵身推进过程中 彻翼出现临机目标 车掌青川杰超越炮掌的权限 对目标进行锁力性打击 因为炮掌视野受限 车掌可通过周四近360度 无视角观察目标 发现新目标后 可通过超越射击 间变新目标 近年来除了新型坦克 猛式三代突击车 远程火箭炮 防空导弹 武装直升机 侦察无人机等新型信息化装备 陆续列装高原部队 极大的提升了部队 遂行军事任务的能力 即便是在夜间 炮兵群也能通过单兵信息系统 准确锁定目标 利用新装备的先进技术手段 对几十公里外的目标点 进行火力覆盖 这是在高寒地域夜间条件下的 首次尝试 自我们新装备列转以来 我们通过不断的尝试和摸索 收集了许多高原恶劣条件下 影响我们设计的数据 以便达到我们对更远的目标 进行更精确的火力打击能力 这是某轻型高机动合成旅 在海拔4500多米展开的一场 信息化综合战斗演练 指挥所通过单兵信息装备 了解每名官兵的实时动态 全局掌握战场态势 我们通过作战进程 随时更换我们人员这个损号 进行同步更换编组 然后进行通联 实时可以通知我们每一名单兵 进行作战任务 从传统山地步兵转型升级 这支合成旅的新装备列装率 超过90% 演练过程中 地面侦察 空中侦察 构成多维一体的侦察系统 增强了战场感知能力 为指挥员决策提供了依据 通过一体化指控系统 有效融合了各作战要素 强化了火力打击效能 新装备的指挥信息化 这一块 改变了传统的指挥方式和指挥模式 利用我们新装备 所具备的功能 通过一体化指挥平台 进行平台传输 信息的分发 处理 流转 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特色吧 信息的高度融合 作战模式和指挥方式的改变 对指挥员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西藏军区各级首长机关 练指挥 练谋略 练技能 主动适应现代化作战指挥需求 提高科学化决策水平 我们始终把紧贴西藏方向高寒三地战场 把高原攻防战斗 多兵种协同打击 装备效能试验检验等 士兵时装演练 贯穿全联 不断加强高寒三地作战的研究探索 突出实应极限环境 突出实战对抗 突出新装备高原战力生成 突出信息融合和跨域联合 部队联合作战效能稳步提升 据了解 下一步 西藏军区还将为围绕跨昼业远程投送 谋块编组体系对抗 全域立体自主攻防 陆空联合拔点作战等作战模式 开展各类演练 不断探索装备在高原地域作战性能 紧密融合各兵种火力优势 为锻造高原精兵净旅不断努力